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台积电的ADR大跌3.5个百分点 所以以至于今天开了一个什么盘 开了一个1.D盘 1.D承接盘 可是这个是片线 1.D承接盘是承接盘 但是盘中拉台阶假象 以至于在10点半以后 呈现一个大沙盘 这个一个M头的以后的大沙盘 这是外资的节奏 我在节目中一次跟大家讲 这个盘要上去一定要台积电先稳 台积电不稳的话 这个盘不容易上去 昨天台积电跌 2330 昨天台积电跌 对不对 今天再跌 跌破了夜线 昨天靠的是传产股 包括了所谓的硕化类股 钢铁类股这些 基本上不是长线的主流 它只是一个补涨的 我昨天特别强调是补涨的 它今天这种情况的话 它就拉不动了 它昨天拉今天不可能再拉了 那有些股票是这样 它这边出那边 这边比如说我们起一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出2603 出这一档股票 外资是出这一档股票 那买2609 它买这一档股票 这不一样 它就是业绩 所以这个业绩很重要 那台积的话 台积1301这个股票的话 只要到100块钱以上 你就要特别注意了 你可以在560块 780块来买 你100块以上台积 没有税务率 所以我一路在跟大家讲 股票是不能做追高的 做追高很容易掏到 尤其这个创新高以后容易拉回 这是我在礼拜一告诉你的 要采取高出低再进的策略 要严控止股 所以昨天已经很多电子股 就开始下跌了 但是昨天还占纹5日线 占纹5日线才能攻击 你没有占纹5日线怎么攻击 所以你看今天它一开盘 就跌破5日线 一开盘就跌破 那你一定要攻上去 攻上去够K 但是一定要站稳才可以 那么没有站稳纹纹线 那就很容易再下来 但是16211还没有破 还没有破 今天最低到1623 还差11点嘛 没有破 没有破都还OK 破了就 我给你讲破了一定很不好 那么指数的涨跌看台积电 那么关注个股的涨跌 才是自身的关键 但是16400一定要站稳 才有戏 16400你没有站稳 16400站稳就是什么 这5日线嘛 16300现在是380 早上都要掏16400 你一定要站稳 站稳你才有办法 使最近买的不要套牢 那你有现在最近买的 过来晚年以后 很多人买到 买股票有得套牢到了 不要说没有 除了你买OTC OTC没有套牢到 OTC很强 OTC今天也是下跌 也是可以下跌 但是它很强 相对来讲是很强 那我告诉说 OTC假如大跌的时候 你要小心 OTC没有大跌 只有主盘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主盘 是大跌的161 刚才最多点是大跌的210点 那么这个今天再拉一下 这个还好啦 所以股票这个就是有买有卖 大家要注意 像有些股票其实它也跌不下去 像这种以胜5243 这个也跌不太下去 它跌不下去了 我说还有行情吗 我在前几天有跟大家讲 跌无可跌那时候才63块9 反弹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只有的股票 那补涨可期 所以这个很不会买起来很安全 像万宏也一样 万宏这个拉回也是早买点 2337 这个一样拉回也是早买点 它再跌也有限 因为它有实质的业绩 尤其是低润的这一部分 我想应该有大行情 低润应该有大行情 另外我在节目中也曾经 跟各位讲过的至胜 这个也是拉回早买点 4915 这个也是一样 4915 这也是一样拉回早买点的股票 你看它走了这一波 又拉回 你拉回来早买点 拉回早买点 这个今年有看头的股票 你像昨天这样拉回 你来早买点 昨天这种拉回到63块钱以下 你就可以早买点 但是不要重压 这里要一流加码的空间 一档股票 好的股票它会表示在业绩上 它业绩创新高 那今年跟去年有衰退 今年不会衰退 今年还不错 那这个就是说 你看个人的看法 像我植股的话 我在节目中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的植股不多 我植股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我单股就只有一档 那普通会员就两到三档 那特别会员也是两到三档 我不会买很多的股票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高档 你高档震荡的时候 你一定要要成长你知道吗 买就买 买就买又买 你不是一直买五五票 手中的股票要懂得处理 不管你哪来钱来买股票 我强调我们是百分之百真实操作 有卖才有买 这样才是真正的方法 不是说我一直叫股票一直叫 趕快買 趕快買 買一坨的股票不對 這高檔的時候買一坨的股票 很容易套到 套到很多股票是沒有辦法解套的 譬如說我在年底以前 去年年底跟你介紹了3711 我這一天開始我就沒有跟 我說我要賣掉了 我就沒有跟大家再講 你看現在我賣掉118 現在回到106又跌18 指數也沒有跌多少 為什麼會這樣 包括2330在過年的時候 多少人在唱好 這700塊沒問題 甚至有的喊到1000 我說這個 在我來講沒有投資的價值 你兩三百塊 三四百塊我來買 還有到600多塊的投資價值 頂多到700 你要算本益比 它本益比假如達到30倍 大盤的本益比是23倍左右 很多人在懷疑這個盤 是不是有泡沫的餘力 很多股票當然是泡沫 各股泡沫 而不是整體泡沫 因為資金很多嘛 你看美國的利率這麼低 這幾天會跌的原因在是美國的 再建的殖利率升高嘛 表示怎麼樣 有通貨膨脹的疑力嘛 對不對 有通貨膨脹的疑力 最近很多都在漲啊 很多原物料包括銅價都在大漲啊 包括鋼鐵也大漲 包括我們的原物料的部分 低潤也大漲 被動元件也要漲 像你聽到被動元件漲要漲了 你去買 你才去搶2327可以嗎 不對嘛 你不要聽到漲了 昨天就利多嘛 你看看它這一支股票 這個所謂的被動元件這一部分 最需要就看這一支2375 這是聯電集團的這一支股票 昨天見到高點 攻上去沒有成功 到150附近沒有成功 下來今天就回檔了 這一檔要注意 這個就是 這一檔就是被動元件的指標 你買股票看指標 像ABF的指標不是3017 不是3037 不是這個不是指標 你昨天看到外資買那麼多 你今天去搶可以嗎 不行 你在第一檔80塊可以到100塊 這個每次到100塊就差不多了嘛 所以你今天去搶的人 你就賺不到錢了 這件的主流在8046 這支才是真正主流啦 它一直在創新高 你看它一直創新高 一直創新高 不像它在這邊盤整 它是創新高拉回 創新拉回 這個就風險比較大 這個就相對起來風險比較大 那低論的部分呢 低論還是看好 像我再舉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像威鋼 3260 這個獲利一定 3260 像這種股票就很安全 它還沒有大漲過 昨天外資也大買 然後今天供上去到91塊 大盤不好嘛 它還能夠在盤上 像這種股票就是可以注意的股票 拉回來早買一點 這個是我們會員手持有的股票嘛 3260 這個昨天的事情 今天這個部門的會員在加碼 部門的會員在加碼 那這種情況的話 像這種股票就是它有長線的 基本面都OK 沒有問題 基本面沒有問題 你看它去年 去年第一季是賠錢的 前年的第四季是賠錢 賠錢 賠1.18嘛 然後2.9 1.16 1.32嘛 那估計今年的第一季會很好 這種股票就是 跟3006一樣 3006這個也是 大家可以注意的股票 輕豪科 這個是很好的股票 漲很多了 那你敢買還是會賺錢 我們VIP會員所持有的股票 你敢買還是會賺錢 所以像我一檔接一檔 該賣的我賣掉以後 我再來買股票 這是貴出奴建土 一檔接一檔 然後賣完了以後 再來買其他的股票 像我這個紅塑3092 我賣到相對的高點75塊5毛 我公開的講 我賣掉我都公開的講 賣掉以後把資金轉到哪裡 我們雅固執的單股會員 就是一檔接一檔 轉到衛鋼裡面去 轉到衛鋼 衛鋼又上來 這樣子一檔接一檔 而且有什麼好處 不會套勞 不會套勞 真的是這樣不會套勞 你現在買很多股票的人 你今天一跌下來 我相信你所深受的感受就是說 我套到了 很多人套到股票了 雖然指數沒有怎麼跌大跌 可是很多人套到股票了 你有這個問題的話 麻煩你來加入我們的 9A小老鼠 沒有有一個好處吧 很多人也來問我 哪一檔股票 OK 譬如說昨天來問我說 揚明我說揚明OK 昌榮 昌榮就不OK 買中鋼好不好 我說這個漲有限 這個補償股 買哪一檔我都可以告訴你 那麼請留電話一定回覆 LINE A小老鼠墨爾5168 你手中股票真的不行 我帶你來換股 換股操作 歡迎你加入 Tailgram墨爾5168 LINE A小老鼠墨爾5168 像我們壓估資的就很輕鬆 沒有套牢的問題 因為你們參加的都是買很多股票 你們的資金是極為有限的 我所謂極為有限 你認為1億多嗎 不多 5千萬多嗎 不多 你假如一直買股票也是買 到時候全部都是股票 你現金換股票 股票套牢 沒有用 那我們就一檔 尤其資金比較少的投資朋友 你去參加會議你也遇到這個問題 譬如說你有50萬到100萬 他跟你交一支大選股 而且高價股 譬如說好 你要買幾張 一張十幾萬 你要買幾張 他又買了10檔股票 20檔股票 更多的買30檔股票 你資金怎麼分配 你怎麼會賺到錢 你買一張根本賺不到錢 我們這種壓估資 就是定股票 50萬就夠了 我買個5張 5張就40幾萬 對不對 你假如50萬買個5張 像我也剛買個5張 就40幾萬 一支當天買就算7、8萬 4、5張的話就算4、5萬 會不會不是問題 你假如資金較多 你可以分配資金的 我也不會買很多股票 我買2到3檔股票 快速達標 這個牛印人通 新春大紅包 今天還是在新春買 我相信要賺錢不難 但是要買對股票 我們採取的壓估資方式是 一檔接一檔 獲利無法檔 我跟別的老師最大的不同就是 我股票不會買很多 我一定手中股票有賣才會買 為此你假如參加一般會員2到3檔 壓估資就是1檔 那特別會員也是2到3檔 頂多是這樣子而已 這個盤你能爆滿股票嗎 你能夠股票爆了一大堆嗎 不行的 而且你要精兵制 精品制 就好的股票來買 大概0,0才要賣才賣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請多多多多次 請多多多次 摩爾堅持用心玄骨 從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玄骨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名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or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02235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用心悬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or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0223516168 022351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买股票一定要精打细算 在这个盘情况之下 你假如买错股票又不懂得跑 你会很惨 很多股票往往在大家都市面上 一直看好的时候 它就环转而下 像这种股票叫同志 外资的报告调高平等 马上叠立板给你看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种股票也是风险很高的 怎么飙怎么下来 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 比如说我前几天有跟大家讲普瑞 普瑞在买库长股 一千两百零二 你这种股票外资在这边喊一千六 你把它打九折刚好一四四零 这个不是你现在要买的股票 它已经反映 很多股票已经反映了 比如说我再起个简单的例子 什么叫做泡沫 好我们来看这个叫做泡沫 我们很简单地看 很多股票有泡沫的原因在哪里 我起一个简单 这个叫泡沫 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叫做爱普 这个是泡沫 本益比几倍 对不对 你本益比太高了 你说买的股票 一环转你跑都跑不掉 你很惨 你股票不要把它当作投机 真的你当作投机 你看到国际昨天利多 大利多 真好 你去掉下去 想会突破 我跟你讲六百块以上的投机 你买国际买六百块你能赚多少 前几年买一千三百块 一千两百块九百块的国际 跌到两百多块 现在还不错 还六百多块还算不错 因为它有大利多在后面 但是也不能因为利多 你就随便乱买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行情走到这边 你要了解说 行情不是 有时候不是你意料 可以意料的 底力药今天会跌179吗 我昨天有意料跟大家 还有一个1321不要跌破 今天最低打到13232 那个很重要的关卡 那个一跌破 这几天全部买了全部套牢 全部套牢 所以我就跟大家关注 关注个股的涨跌 这个个股 一样的 它是景气跟资金的 大行情没有错 它也会再创新高 也是多头市场 但是要步步为行 要严控风险 风险要管控好 而不是曼如目的地 买一大堆股票 那你今天当然也有很多 我这一档盖凭凭 我这一档涨 可是你十涨里面 才涨一档还是赔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行情 要避开个股的修正波 大盘修正波还找 不会 不会说差到哪里 要严控风险 LINE A 小老鼠墨 5168 你来加入 风险的时候 我都会一先告诉你 像笨脑底我就跟你讲 剩下矽精炎 对不对 还有这个低润模组这些 电动车OK 被动元件拉高你就要跑 IC设计里面有东西 ABF轮流做 疫情股也是轮流做 这个股票就是轮动 那股票涨到高了 你要懂得卖 卖了以后你把钱收回来 再来买别只股票 就一档接一档 这样很安全 像我就买一些财报比较好的 将来远前比较好的股票 知道主力有买了 我们进去嘛 做教嘛 对不对 那高档出货的你就要注意 高档出货你只要买了以后 你恐怕没有得翻身 股市多头市场强者很强 强买第一 像低路模组它就很强 像3006 所以就符合这个条件 这个条件它就符合 想买第一强势股 这个就是强势股了 这个是低路模组里面 这个欢迎大家参加 Telegram More 5168 小老鼠 More 5168 这个Line A小老鼠 More 5168 其实这个盘 走到这边 很多人还是会害怕 因为这个盘它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 这个盘真的是不容易赚到钱 而且很容易被掏到 一套到 没完没了 你那边好像沾到膠 你知道吗 你不能走啊 不知道要怎么走 这个是现在目前 投资人所面临的问题 我来参加我的会 他说他参加五六个老师 每一个都是买个 五档 十档 二十档 三十档 他也很痛苦 他说我的资金是极为有限 你叫我买那么多股票 我哪有那么多钱 不到叫我丢就好了 这个是头痛的问题 你假如遇到这个 你顶多前面买三档五档 套到你就不敢 不敢跟了 那钱就浪位掉了 那我不一样 一档一档来 顶多两到三档 穩扎穩打 也不会漫无目的的 去买一大堆股票 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 股票一直跌 涨不动 欢迎你参加 LINE的小老鼠 莫尔5168 我帮你解决 带你来换筹操作 该买的就买 该留的就留 该留下来的 好股票当然要留啊 这个行情结束了吗 还没有结束 但是个股的调整 其实是非常的严重 欢迎你加入 Tailbitline莫尔5168 小老鼠官方莫尔5168 股票不好做 不好做 这过年到现在 你就单单这个 只有那第一天 2月17号涨得那么强 涨那一天而已 其他就在这边鬼混 这鬼混啊 你不懂的高卖低阶 高卖低阶 你还是做白宫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穩扎穩打 一档股票 像我们买的3092 对不对 60块跟大家讲 我把它卖掉 把这个钱 我卖到高点 65块5毛 再来买3660 再把它接上去 对不对 接上去 接上去 这个无所谓 今天盘不好 对不对 我们定5基 我买股票 我也分批进场 不是说一次到组 我跟我会员讲 雅固茲也是分三批进场 第一批进场 第二批进场 第三批进场 然后上去 卖二分之一 卖二分之一 全部卖掉 像我红硕都是这样 然后我再把这些钱 再来买别只股票 一档接一档 获利无法党 那千万参加了 买标股二到三档 这快速达标 我买股票 我跟大家讲过 我不会买很多 我买股票的方法 很简单 两到三档就可以 反正我会险 一张就会险 两张就会险 你买那么多股票 我会说 锅票是买来要贪钱 不是买来 买多就贏了 很多人就以为买股票 买很多就会赢 天下哪里 有说买股票 买很多就会赢 没有那一回事 股票是买稳稳的 有报酬力的 像我们买的4915 它就不跌了 它也不跌 像买这种股票就是 你要拉回来买 昨天就是一个买点 你想又上去了 这个又是可以突破的 欢迎大家加入 TELKERLAND MORE 168 LINE A 小老鼠观光MORE 168 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 流运人通 买股 两到三档 快速达标 我们股票买的不多 稳健为要紧 在这种行情 我们管控风险 管控得非常好 这今天大跌有什么关系 大跌有时候是好机会 大跌有时候是买股票的机会 而不是去抢去追 去抢去追 套到就没完没了 像你昨天抢被动元件 你今天说套到了 2375人家在介绍 你去买 买就套到了 对不对 就一只半了 所以不要去抢 你真的想要赚钱的人 跟了一个稳健 还能够长期稳定 赚钱的老师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祝大家 今天操作顺利 赚大钱 明天赚大钱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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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